随着骑行热的升温 国内公路自行车的需求是持续的旺盛 各大自行车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赶订单 具有一定经验的技工也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 邱凯玲喜欢骑行已经两三年了 她告诉记者 随着城市骑行道路的完善 像她这样的年轻人 每到周末都会相约在一起骑行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骑车 非常解压 很不错 我们可以换一个美美妆 去骑完车拍个美照 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下 在广东深圳这家自行车生产企业 生产负责人邱丽杰告诉记者 她所在的工厂不断地被客户催交期 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我们公路车的销量比去年增加了两倍 目前就是很多客人在不断地催货 那我们也在加班加点地生产 但确实是交付周期比较长 接着走访中了解到 公路自行车主要在平坦的路面上骑行 速度更快 外观也更时尚 对整车的生产工艺要求更高 具有一定经验的技工 也成为各家企业争抢的对象 各家都在封墙有经验的祭司 基本上工资到八九千块钱 还很难招得到的人 在广东深圳那家自行车生产企业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国内自行车的产业链升级明显加速 它所在的工厂六成以上的公路车 都采用了国产核心领部件 以往都是用进口的变速刹车系统 现在这个国内的变速刹车系统 已经使用了液压刹车 使用液压刹车系统它更加灵敏 整套系统的价格比国外的系统要便宜130% 公路车的价格门槛明显降低 也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消费群体 国内的车我感觉比国外的车 什么样的配置可能价格要 便宜一个3% 40%左右